嗨,大家好,我是跟你们分享知识和好物的大表姐 今天呢,从咱们孙子兵法的角度给大家回顾一下当年萨达姆进攻伊朗和出兵科威特的历史故事 从中可以受到一些智慧上的启发 有很多粉丝朋友说,哎呀,我也很想长知识,长智慧 但是呢,我确确实实没有耐心读书 好像感觉心浮气躁呀,读不下去 就是又想知道书里写了什么,又想长知识 但是自己又不想读,说了,喜欢看视频 有的粉丝说了,大表姐,你能不能就是把书做成视频 让我晚上睡觉前听啊 因为我睡觉之前呢,我听着你的视频啊,我才能睡得更好 然后呢,听着听着,一个视频听完了 不知不觉就香甜的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不仅觉得自己睡得香,精力充沛 还不知不觉,长了很多知识,长了很多智慧呢 那我自己呢,在橱窗里放了一些我自己看了觉得很好的书 特别是我们的孙子兵法,真的 你看,普京他可能就没有研究过孙子兵法 把一个闪电战搞成了旷日持久战 这就明显的有为孙子兵法的这个谋略精神了啊 所以现在他才非常的被动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 读一下,我这有个版本的孙子 孙子 我今天给大家读一下,我这有个版本的孙子兵法 里边写的挺好的 能够长知识的视频都不是那种几秒的 大家不要老看一些那种10秒15秒的小视频 看了之后那个很容易把脑子看坏 为啥啊,你再也没有耐心去读一些有深度的东西 或者是去接受一些有深度的知识了 你看现在一些老师也说了 现在最头疼的就是这一代孩子被小视频给毁了 他们都没法静下心来学习 好像他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10秒15秒 作为成年人啊,我们也要规避 给大家读一下 我读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啊 因为这个本身这种以故事的形式写的东西 它就很生动的 这个萨达姆进攻伊朗和科威特呢 这个作为一个案例 它是写在作战篇 我们孙子兵法的作战篇里说了 故兵贵胜不贵酒 就是说用兵作战贵在速战速决 而不可旷日持久 懂得用兵的将领是民众命运的掌握者 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显然是吧 萨达姆他呢既不能掌握民众的命运 也不能主宰国家安危 因为连他自己的命他都没有保住 最后的结局显而易见的是吧 那看看他是怎样失败的啊 像这个萨达姆进攻伊朗和出兵科威特 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很多年轻人本来也就不太明白 今天呢正好回顾一下 公元1979年7月17日 萨达姆取代贝克尔成为伊拉克独揽大权的铁腕人物 共和国总统 野心勃勃而又颇有煽动力的萨达姆 接管伊拉克党政军全权之后不久 伊拉克便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活动中心 甚至成为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的救世主和庇护神 怎么样我念起稿子来还是很流利的 体现了我以前就是我是学新闻的 虽然我不是学播音的 但是我念稿子还是非常流利的 一篇稿子我看都不用看 基本上也不会打人 据1980年5月22号革命报报道 伊拉克在1979年下半年支出2.5亿美元 用以补偿发展中国家 因石油价格上涨 所遭受的损失 1980年 伊拉克又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 提供了好几亿美元的援助 与此同时 凭借石油工业雄厚经济力的支撑 和萨达姆野心的驱动 伊拉克的军事力量也膨胀 萨达姆执政后不久 伊拉克武装部队 集有5万人发展到25万人 拥有坦克2500辆 装甲运兵车2500辆 战斗机和轰炸机700架 而且还公开的寻找获得核武器的途径 这一切都说明 萨达姆想以武力称雄于阿拉伯世界 而他的第一个进攻目标 便选择了中东石油大国之一 伊朗 1980年8月 萨达姆打出泛阿拉伯主义和遏止 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旗号悍然出兵 占领了伊朗西林堡地区的部分领土 9月12号更大举向纵深推进 攻占伊朗130平方公里领土 9月22号在袭击了伊朗10个机场后 萨达姆亲自乘坐苏式坦克 汇军长驱直入 直逼伊朗首都德黑兰 这个关于伊朗的这个霍梅尼 这个人啊 其实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去搜相关的这个资料 或者是视频看一下 挺有意思啊 我的设例还是比较广泛的 这些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看这些军事啊历史啊 其实挺有意思的 其实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按照萨达姆原来的军事战略 是实行三叉方案 及大体进攻胡奇斯坦 在迈哈兰附近实施封锁转移 占领伊朗北部的西林堡 阻止伊朗军队反扑 而这些步骤集中到一点 则是企图在两星期内 将伊朗霍梅尼政权扼杀在 来不及反抗的闪电战中 然而由于萨达姆对自己军队的士气 缺乏足够的自信 和对敌方力量估计不足 以及缺乏系统的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 因而到了实战之中 便犯了两个严重错误 一是在战略上 伊军既不积极夺取城市 又不大规模挺进 而是采取包围城市的办法 企图依靠远距离炮击 和空袭迫使敌方投降 二是在战术上 不是把战绝对优势的重型机械化部队 用来对付敌方的阵地 而是把先进的苏式坦克 埋入沙土中 伪装起来进行远程射击和防卫 结果不仅是萨达姆两周 解决战斗的设想落了空 而且由于战场上决策迟疑 使伊朗赢得了时间 很快的组织起坚强反击 以致酿成一场长达8年的 两一消耗战 怎么跟这个俄乌战争的节奏有点像 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新闻也是说 是把俄军要闪电战 结果你看现在一年多了 旷日持久战争的结局是两败俱伤 双方伤亡人数几乎与持续20余年的 越南独立战争中 伤亡人数相当 经济损失则更大 双方平均每月损耗10亿美元 但是毁灭石油设施一项 价值极达数百亿美元 从伊拉克一方来说 发动这次战争欠下的外债达800亿美元 最后还得从已经攻占伊朗的绝大部分领土上撤兵 然而萨达姆并未从两伊战争的巨额损失中吸取教训 他称霸中东的野心仍然不死 两伊战争才结束一年多 又悍然出兵入侵民国科威特 挑起规模更大的海班战争 科威特是世界第五大石油国 年产量超过1亿吨 萨达姆出兵科威特 就是详使伊拉克控制的石油储量 达到1920亿吨 占世界总储量的21% 可以与世界第一大石油国沙特阿拉伯并驾齐驱 1990年8月2号 十万一军不宣而战 越过边界直扑科威特首都 仅一天时间便完成了对科威特的军事占领 科威特作为向西方发达国家输送石油的主要国家之一 突然遭到野蛮入侵 立即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大国强烈反应 同时也遭到阿拉伯世界许多国家的谴责 美国总统布什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就发表 说是为了保卫美国在海湾地区长远而重要的利益 他将不惜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斯考克·罗夫特措辞更加严厉 明确提出 为保卫美国在海湾的根本利益 美国应刻不容缓地采取军事行动 向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派兵 随之便在美国的倡导下建立了多国部队司令部 这时联合国也出面干预 提出解决海湾危机的方案 主要是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军 恢复科威特的合法政府 以及这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与之同时 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的有关决议 尽管这期间一些阿拉伯和欧洲共同体国家 以及苏联中国曾提出过种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案 经过多方斡旋 但都被萨达姆的顽固拒绝 长达五个半月的外交斡旋努力毫无结果 萨达姆历历滞昏 毫不审时夺势 既不认真思考本国的承受能力 也不认真掂量多国部队的军事实力 更不考虑国际舆论对自己的不利 一意孤行的坚持自己的侵略政策 实际上是把自己一步一步推向绝路 1991年1月17号伊拉克首都格达上空 突然响起了猛烈的爆炸声 多国部队沙漠盾牌行动开始了 在14个小时内 多国部队空军在连续三次大规模袭击中 向伊拉克境内的预定目标投下了1.8万吨炸弹 相当于当年投下广岛原子弹威力的1.5倍 此后又以每天2000架次的频率 对伊拉克目标进行多层次轰炸 伊拉克的军事首脑机关 指挥通讯中心 核生化设施 导弹阵地 机场防空阵地 以及首都巴格达的许多重要设施 都复之一具 沙漠风暴行动的第一步 空中打击 基本上实现了摧毁伊拉克 指挥控制系统 和削弱其作战能力 及战争潜力的战略目的 2月24日凌晨1时 多国部队开始在地面发起全线进攻 其实早在三个月前 多国部队司令 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就酝酿实行升东击西战术 一方面陈军科威特南部的伊军正面 形成仰攻态势 另一方面又在东海岸 大肆宣扬海军陆战队的近海演习 对多国部队的上述行动 伊军不知事迹 竟将主力调至东线布防 而西线的伊沙边境 仅留下一个师把守 多国部队见到伊军中计 便在全线进攻前夕 暗中将主力调到西部战线 并在以后的战斗中 迅速穿插到了伊军左翼 多国部队这种声东击西 迂回包抄战术 避开了伊军强大的正面防御 指导敌方的心脏 使得萨达姆猝不及防 伊军有40多个师 被奸 或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 被彻底打败了 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不得不举起白旗 宣布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对伊拉克 提出的12项条款 其中包括接受空中封锁 释放人质 承认科威特领土主权 以及对因其入侵和非法占领科威特 而使科威特和第三国及其公民及企业 所遭受的任何损失 破坏或伤害承担责任 而伊拉克国内呢 由于连年用兵 军费支出极大 国家财政赤字增加 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 经济危机十分严重 生活必需品其缺 物价飞涨 人民生活痛苦不堪 政局也极不稳定 萨达姆每日如坐针毡 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神奇了 这个还是在萨达姆 没有被斩首之前这个写的 后来萨达姆自己是吧 萨达姆自己的下场也是十分悲惨的 你看看这个 一看这个战争的过程 人家多国部队 包括美国 他们绝对是研究了我们的孙子兵法的 你看多狡诈呀 再看上萨达姆是吧 一介莽夫 又不研究孙子兵法 还不省时度势 之前说着最狠的话 最后一下被打败了 又答应了最怂的条件 你说这是何苦呢 孙子兵法不贵 就几十块钱一本 咱粉丝只要买得起的 到我橱窗买一本 支持支持我 然后给自己长长智慧 如果说你买了之后 我看不完的 你就多看我的视频 我帮您把它读完 我隔一阵就出一个视频 好 今天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